大家好,美国将发行新版的20美元 拜登政府宣布,计划阵型将哈利特·塔布曼纳入20美元 白宫新闻秘书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重要的是我们的纸币,我们的钱 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多样性 而哈利特·塔布曼兑现新版20美元纸币的形象 一定会反映出这一点 因此我们正在探索加快这项工作 詹对记者说,财政部正在采取步骤 继续努力,使哈利特·塔布曼为新版20美元的形象 众议员乔伊斯是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主席 他将在国会重新引入2021年20号法案中的女人 该法案要求在2024年后验刷任何20美元的钞票 以突出肖像为塔布曼 乔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几年来,我直接与财政部合作 计划以塔布曼的特色为新版20美元的设计发布 这恰逢19世纪修正案100周年 美国人民希望我们的货币 更好地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多样性 对此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